泰国大选将会在明天迎来投票日 主要政党的候选人在竞选期尾声重返曼谷 做最后的冲刺 全力拉票 泰国看守首相巴裕 主张稳定 保皇爱国 这与为泰党的代表贝东丹 则扬言削弱军人的势力 而这一届大选的黑马 前进党代表皮塔 则收获了不少年轻选民的支持 到底谁更占优势 目前还说不清 泰国大选时隔四年后 硝烟再起 67个政党参与角逐 到底谁能厮杀到最后 登上泰国首相宝座 目前依然充满悬念 竞选期来到尾声 主要政党首相候选人 重返首都曼谷做最后冲刺 来自统一泰国建国党的 看守首相巴裕 主张保皇爱国 爱戴君王的选民和军人票 基本上是他的铁票舱 巴裕在竞选演说上 多次抢要安稳 希望能以自己过往的政绩 争取更多选票 至于泰国最大政党 魏泰党下野多年之后 在这一届大选背水一战 首相候选人同时也是 前首相塔信的女儿 贝东丹希望能再创英乐神话 成为继姑姑之后 第二位泰国女首相 这次她立场分明 要与巴欲对着干 扬言一旦当选 必定瓦解民不正 言不顺的泰国参议院 和重挫军人强权 而这一届泰国大选 最受关注的就是前进党 被公认是强势黑马的 前进党首相候选人 皮塔来势汹汹 要求大道阔府改掉泰国救赎 像是改革王室军队 和修改备受争议的 藐视君主罪 皮塔基金的政治立场 即便不受大部分保守政派欢迎 但却深受年轻选民喜爱 尤其他们宣扬要取消募兵制 更是获得广大青年群体支持 尽管目前民调显示 卫泰党和前进党风投最盛 但要在泰国执政得通过层层关卡 明天超过5200万名泰国选民 将选出500个众议院席位 最终再由众议院 及参议院250名受委议员 和共750名议员选出泰国首相 一旦获得376票就能过关 继续剧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